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是大展驾训班教学团队 首先欢迎各位来我们驾训班学习开车 35天以后通过考试就能顺利拿到驾照 学习过程中我们安排学科课程 为何学开车还要另外拨时间来上学科 我在上班时间上无法配合 课程内容考试会考吗 有没有另外学习平台与方法 学员的反应我们都听到了 所以我们也做出了改变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这是朋友赖给我的 上面写道 不会微笑不要开店 不会赞美不要说话 不会说故事不要行销 我想问学员 这三句话对你工作有帮助吗 他讲的有道理吗 我觉得这三句话很受用 也会分享给朋友 那跟考驾照有关系吗 当然没有关系 不过有共同点 我们都知道从小学念书 到踏入社会工作 经过无数大大小小考试 学校教的都是应付考试 你还记得学校考的三角函数吗 现在有在用吗 跟生死有关吗 答案都没有 然而上面的三句话 有考过吗 学校老师有教吗 课本有吗 也没有 应该说是社会学 这里我们要告诉学员 来教训班学开车 透过考试拿到驾照 其实考试以外的知识 是攸关生死更加重要 没有比生命更加重要的 人生没有后悔要 也不能重来 路过不要错过 来我们教训班学开车 不要错过学习的机会 这是我们建制教学网站的目的 网路提供24小时服务平台 没有区域限制 课程内容会随时更新 我们要给学员最好的服务 这是我们教训班 应该有的责任 最后感谢你 选对了教训班 祝你顺利拿到驾照 行车终生平安 去护车 应该已经有未能 优优 取决 转养 当手 没有 这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